大家好,我是张坤,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杀 先咱们来看一下 好的,第一局的话,我们是主攻正对门的一个大反贼 主攻正对门就是五号位 咱们选择了一个新武将 注意这个是新武将 那么,陈平莫智的蔡文基 看一下杀灰 这个一看就比较爽 莫智是能搞两次 咱们这里面正好有两排 一个顺手,一个杀 这个两次都要求是基本牌或者普通锦囊 普通锦囊就是非岩石类锦囊 是吧,岩石锦囊就是指 乐、兵、闪电 像这个就是普通锦囊 它属于普通锦囊,不属于岩石锦囊 好的,这个二号位郭佳的话 是直接三装备过 也不管它跳不跳 那么这个也是不明决定的 直接就把两个装备挂出来 反正也没有什么其他跟牌有太有关系的 那么这个直接跳反击了 好歹是把这个 借道云的防御给破了 这个还不错 那么容此一来的话 这个先来一个借道 然后再来一个啥 那个黑头的反剑 那现在黑头反剑只能掉这个副一马了 在苦与痛的地狱中 那么赵云 不是赵云 周瑜跟左四都翘反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一顺 那么二无中 那么就不能砍两刀了 只能按照这个来 一顺 二无中 所以说等一会儿 无中还是很值钱的 要保证我们回合外排的数量 知道吧 要保证回合外排的数量 所以说 分手牵阳 无中生有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默认的情况 是吧 你要发动默字两次的话 你三写你也最多 是不是 一排 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无中 还好一点 当然啊 一般是三写是一排 但是我们有顺手牵阳 用顺手牵阳没有减少啊 用无中多了 知道吧 刚才属于这种情况 好的 那么春歌又开始 吊打我们人类了啊 吊打我们人类了 春歌太强了 你看你这个刀上来 就挂出来 被人剥夺了吗 要不然你就不能激活周瑜了 那打左词 多么的寂寞啊 挥托儿 是不是 他还不光是曹瑞 他还是那个左词 还不光是挥托儿 打后打的说 对你有其他的 是不是 好像四年啊 四年的话 我们欺负这个尼连绰绰有余了 又是二末字牌 对不对 又是可以二末字 那么柔词以来的话 这个 还有年弩 那么要注意啊 咱们用杀 然后九 其实有点瞎 知道吧 第一张是杀 第二张是九 那相当于你就决定了 这一回合 不要墨字 是不是 你就给自己给限定了啊 对不对 那么你这个铁锁也不能再用了 注意啊 你到时候 比如说你脸 不管他死不死 我们到时候 那个墨字的时候 拿废牌去当杀 可以杀一刀 你第二个九 你就废了啊 对不对 你墨字的时候 九有什么用呢 或者说如果你先九后杀 你墨字的时候 可能 是不是 当然啊 他这个 本来也不敢杀他 但是你当时不知道呀 对不对 比如说你这个 承浪费 没有发挥到 那个 墨字的 是吧 更多的发挥 且看我这一手 是人者握拳 一撑一逃 哎呀 这家伙一撑撑两逃 谁跟你说 一撑一逃的 你与你朝中就一撑一撑 对不对 伤了我 休想 全身而退 这个地方可以再杀一刀 所以 只能普通紧了 你这个乐 它不属于普通紧了 它属于原始紧了 那你不可能说 再将一张牌当乐了 嗯 好的 嗯 他如果配合一个乐 其实有些人还挺强的 知道吧 可是没把他乐住 嗯 当心 拿一个 好 嗯 反贼现在还可以啊 至少防御也还很强 我们啊 只要他输出不是足够 只要他输出不是足够 陈琴都能恶心他们 我就不说墨制 到那儿发挥了啊 陈琴就能恶心他们 这个地方正好主攻的回合开始了 但轮算 一轮跟一轮的区别 就在主攻的回合 是否开始 所以说春哥还是上一轮 他再杀我们 又是这一轮了 所以说这个咱们 陈琴一啊 陈琴二 连续发动了两次陈琴 但你千万不要以为 整个雕发动的陈琴又发动了 但他确实 那就是又过了一轮 那现在就不能发动了 是吧 从赵云开始了 已经一轮已经发动了 包括等会他杀他杀 我们都不能陈琴了 但是我们可以先下手围墙 后下手遭殃 可以先搞死他们这帮人 对不对 再说他们也不一定会让我们兵死了 你以为你们还有这个能力 被冥剑了 是吧 又能存牌 咱们又有这么高强的能力 墨制这个输出应该还是可以的 输出或者控场嘛 一个紧啊 一个杀 那么你说我们要猥琐的话 我们这桃子至少就可以双吃的 不说双吃就吃两次 对不对 想清楚拿两张牌啊 是顺手牵羊 然后桃 那么这个地方输出就没了啊 但也不说完全没有 你还有一个顺手牵羊 一个桃 那么 顺手牵羊 桃 就这样的啊 把他的牌顺过来 然后吃桃 顺手牵羊 桃 但是这个末就是要求 明确要求手牌了啊 所以这个马车里面的牌 你就别想了 现在 只要敌人输出不蒙 这个 是一轮内的累计啊 只能是一轮内的累计输出不蒙 他就搞不是我们 你现在你只有一个赵云了 你怎么搞是我们 我们有一个陈琴 不光是我们啊 包括队友 所以说你 你敌人人越少的话 你越打个影 你敌人人多 说不定是吧 你这个 你感觉陈琴不见得有太大的发挥 但是 我们人多欺负人少的时候 陈琴就足以恶心你了 当然啊 主要其实还是末智的发挥啊 像这个武将的话 改版以后的蔡文基 好的 这一局的话 我们是一个配合的啊 你不要说这个 什么 猥琐 怕死 咱们只要是跟大师来配合的 大师无论是耗师给牌 还是地盟换牌 这些牌 我们都有一个非摸牌接纳 搞到牌的过程 可以发动轻简的 所以说这个 咱们注定了 这一轮是来打配合的啊 好的 那么 先杀一刀 然后 这个跳反对了 行吧 就这么过了 像大师这种 要保护他 南蛮都舍不得开 对不对 忠诚有点舍不得了 行吧 没开就没开吧 那么这是一个翻阶 这个忠勇是周昌的技能吧 但你们看不到这个武将的呢 以前能看 现在锁定看佐词了 顺手拐扬 五股丰登 一个杀 一个决斗 我们像五股丰登的牌 可以清简啊 无生于清简 得生于悲推 他这个地方啊 开五股丰登 他没有顺他 反正就是他属于泥线 就是他不会说浪费自己的牌 来保护他 知道吧 不管怎么样 他是什么身份 至少他自己是有一个耗牌的过程的 知道吧 我们五股丰登的牌给大师了啊 但你给大师的话 大师说你跟我耗师啊 我说我给你防御 所以说这个是看你怎么说了 嗯 好了 暴力之气 现在好像很难 武术被乐求咯 拿这个动 我以为要拿着敢斗我了 这个能斗他的话有点划不来 他也不是文将 对不对 这个应该是内奸 这个跳钟就好说 注意我们的清洁啊 摸牌阶段外获得牌后 那么他这个张松啊 他的献图是摸牌阶段开始时 所以说他献了图 我们不能清洁 他献图给我们的两张牌 其实是我们摸牌阶段开始时获得的 神于悲悲 像这个四张牌 我们就灵活的清洁 到时候那这些牌就分发给他们 让我们的文将费而获得保护 像这两张牌 嗯 啥意思啊 我看错了 出牌阶段啊 他献图的时候 人家献图的时候是出牌阶段了啊 我看错了 我这猪子脑袋转不过来了啊 我印象中是能配合的 怎么刚才读了个岔 打了个岔 可以的啊 他是出牌阶段给了我们两张牌 只要不是摸牌阶段了 我们都可以清洁了啊 可以清洁了 所以说如果他献了牌 我们根据情况分发出去 比如说我们需要打输出 你给我们散 我们就没用 对不对 就可以再分发给你们 或者给大师都可以 那么 露露露 见面露一半 这个啊 像这种回合类 能用的牌 就不要无脑的给了 但你像你这个桃子是可以给大师的啊 哪个人斗我 烧不知 死不不生活 这个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可以斗的 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的技能条件 当你受到一点伤害后 你可以进行判定 我不管后面的怎样怎样啊 比如说要求伤害来源啊 或者怎样怎样的 但是前面一句我可以进行判定 这个是任何人都 都剥夺不了的啊 可以走死过的 知道吧 任何人都剥夺不了的 这帮反对还挺猛的 你发现了没有 之前像我们这边 降还可以 配合也还可以 然后呢 这个反对又开局倒一圆 结果我们到现在 还没有像模像样的优势 看来啊 这个对面好像人品有点好 还是咋回事啊 那么再联动一次 我估计效果会非常好了 再联动一次啊 反对残写的比较多 所以说 碌碌碌见面分一半 那么这个时候 张松的话 你到时候再来一个献图啊 必要的时候 你觉得还要给你的话 给张松 张松再给你搞过来 买身外之物 啊 这个 本来能打出输出的 怎么搞成这样了呢 所以我说你们的配合可能 但是这个清俭它有严实性 你比如说张松 现两个牌 我可以清俭 但你这个清俭的牌 那必须是到时候再还 不能低级的还 所以说你说还他们杀 然后开南蛮了之类的 可能也不太好做啊 就这样了 刘松他 牛逼了啊 他没死我们手上 这是他的牛逼点 内奸的话 狂气三桃一九 软命卵 你没有出个的输出 搞死我们 那就是软命卵 对不对 所以说那终究是我们的天下 你除非你搞死我 我只认你搞死我 有大叔在看什么 说搞怎么搞就怎么搞 对不对 那么再一次 献徒应该不会牛逼提议了 我们应该是要搞死人了了啊 看着 你给我等着 好 这不都没逃了吗 是不是 这不都没逃了 那么 枪军末日 却看刺图 哎 瞎的看不见 这么多残血的 咋不敢 偷渡营营 准水属汉 这个地方 张松的话 防御应该是够的 杀他闪闪 一大堆 不管你怎么偷他 还是有 但是我们断肠了啊 他也不搞我们 其实搞我们 再杀我们 没干不了了啊 那么现在的话 前期我们配合了 分牌啊 哪怕是提高 队尔的防御啊 或者是不管怎么样 前期已经过去了 后期 大师已经活了六轮 老不相信这帮 反贼还能逆天 这个有点伤 你跑去强行决斗他 那只要他出死 他有一张 那后续你就搞不赢了 边决斗边难 否则他出死 本来就没有 他一直都没有 你还有个机会 那个断肠以后 这个牌反而好了 那么直接九哈 那么应该是 因为鉴定一个优势 贴一个乐 剩下的交给大师了啊 还有张忠 也还没有彻底的费 张忠之长 还有回合 还有陷徒啊 这个是能力是很强的 我们还有一张团队牌 是不是 那么柔此一来的话 给他一个眉泻可击 都差不多了啊 差不多了 这三人的联动又有配合 应该很容易赢的啊 但不知道这局 为什么打了这么长时间 好的 那么这一局的话 我们看一下怎么样了 二号位里 大内奸 那么主攻选择了身车 那你要选强将了 肯定是选路神 对不对 这个地方选体验 没有说觉得路神太强了 少玩 也可以理解 没有人规定 一定要选最强的将 从来都没有这个规定的 那么上来就打了鲁哥一下 也行 反正我们作为内奸 在张鲁没有礼的情况下 控他的血 也是我们所情愿的 先这样是不是 我们卖一笔钱 卖就卖了 兵无常数 一个红桃 一个方块 直接加上天了 那么容辞一来 左词转大方了 左词本来就是文匠 他那里方四写左词 跟三写的左词 容易发生质的变化 容易发生 也不说一定发生 因为左词他跟化身确实有关 但是他确实是属于那种 容易发生质的变化的系列 所以他爽了 爽实 真的是王子龙 把他把伞拿走了 还有一个红桃的破摔 揍他 爱黑四寿黄恩 堪持重任 看来这是有把左词打活的节奏 你发现了没有 当然左词本来就没死了 所以也不存在着把他打活 看能不能把他搞得七七八八呀 哎呀 这个感觉不错呀 这个局面 但是啊 一个顺 一个难瞒 一个杀 注意他要买单的啊 他这个是改版以后的家许 改版以后的家许 他怎么防锦囊呢 是不能选择为延迟锦囊的目标 就是说不能 乐 冰 闪电 他自己也不能挂闪电 不能乐冰 因为南蛮是可以 这样一来的话 反正是铁定要解决的 这个南蛮 内间的南蛮一旦开出去 就一定要有效果 无非通宝点 对不对 但这个能拿到十字的人头 还是不错的 那么从此以来的话 忠诚稍微有点 有点 但是也无所谓 他没有续报 没有防御 没有牌 我们这个九杀下去 忠诚该掉状态掉状态 是不是 何况你看 反正又不是弱将 所以说这个局面越来越向我们走了 你发现没 我们等会一个九杀 九哈 然后左辞的话争取在 推波助南一把 大关键的 黄盖三血跟一血 那差别太大了 你炎梁的话 你一血 你等会还是一血 你如果说你为了除一个人头 九杀炎梁 那黄盖有三血 到时候他再输出一下 说不定反正没了 知道吧 要打关键的 所以这个 不是说一定要按人头来 所以说这个九杀没有任何问题 好的 那么柔子一来的话 这个局面很好呀 先让他控一控搞一搞了 虽说没有什么旋风 这个这么不需要旋风 对不对 酒都喝了 肯定杀忠诚了 你看到 还是酒 红杀 他害怕宋贝 觉醒 你知道吧 我们从中得益了 那这个地方 左辞是四血的左辞 所以说 这个不要让他炼杀了 争取让他该死的时候早点死 当然最大的boss 还是我们的孙策 孙策是一个里面最强的了 一个连弩 那红杀都还能激 吓得他都不敢挣扎 是不是 当他挣扎的话 如果孙奔打不死 就再靠孙奔一张杀 孙奔 是不是 打不死 可能人头是我们的了 所以说 这个家伙应该再激党一下 对我们的收益是最大的 所以说 有点想送孙奔 不想送我们的节奏在里面 不管他 我们就这么打 难道不能赢吗 你一定要先控手牌 你先不要管他的房了 你先保命 他是第一位的 两张都把手牌 对 还没到那个时候 两张都把手牌 如来江东 小霸王 孙伯虎 好的 下一回合又能炫风了 反正不管怎么样 要么猥琐 要么旋风 反正你熏奔抱不起来了 那么 伤 哎 正好呀 三血了 那些注入装备 那不是一个级别的 对不对 现在可以 恢复过来了 相当于 他主攻 他最暴力的时候 也就是 是吧 越靠钱 他越暴力 就是要单挑出奇 在现在的话 他有的牌 他用的差不多了 像决斗 他有 他能用几个 估计之前都用了 然后那些杀的话 他他半天能杀一下 我们有防具 所以说 锦囊的话 我估计他也没有太多 有太多 之前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 他会 他会想办法 一回合用下来 更大可能的去 去把我们更脆弱 而不会说 现在还有一大地 莫名其妙的牌 所以说 你只要没有 莫名其妙的牌 我觉得这个 这个状态 以肯基金 可以虐他了 主流内奸 那不是吹的呀 对不对 你要觉醒的话 我尊重你 你没觉醒我作为主流内奸 那我就是掠你了 对不对 那要不然那什么叫主流呢 对不对 伤及于千里之外 千唇唇 对 等会再搞 下一回合再炫 不着急 他就正好 他只要不给你拆了 你不会有啥的 关键的刀 就把他给扒掉了 免得他 然后他那个刀 没有吞甲 其实也不是太怕他 顺手拽扬 火攻 能烧中就中 烧不中就不中 吓得不敢激昂了 咋了 你激昂怕我们扒掉 那不一定的 好了 那现在的话 就确定了 就是了 我们就开四倍数了 哎 这正好开四倍数 正好就已经结束了 那个开的真不是时候 相当于没有节省到时间 他这么就搞得 散死散终 咱一只二倍数得了 对 是不是 所以说 这个 差不多了 就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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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